进这一行 我是抱持了排斥的心态去面对它的 就想快尽快把它脱离 能脱离就赶快脱离 但是没想到可以一做就做这么久 超过四十年的铁工生涯 曾文昌真的没想过 自己会越做越爱这份工作 还不断的挑战创新 把传统铁花窗变成一件件华丽的艺术品 它其实是皇帝前面的那个凶险的那个龙 对对对龙头 所以它是放在窗户的正中央 所以它刚好龙是刚好这样对着你这样 其实它从小就对美术有兴趣 高中考上复兴美工 但为了减轻妈妈单亲抚养的经济负担 高一就选择休学 我就跟妈妈讲说 我想去学一句实场这样 可是一开始我有去试着去找 类似这样有技术性的工作 但是后来就开始就有点走偏了 就开始找一些比较可以及时行乐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后来我就去三文暖酒店去当小弟 大人的花花世界一度让他迷失方向 后来是妈妈泪眼相劝才浪子回头 但只有国中学里能做什么呢 恰好大伯认识做铁工的朋友 于是介绍他去当学徒 我们通常在弯的时候他要慢慢的前进 他才会圆 对啊 现在的花窗工艺是曾文昌后来改良的 早期图案没有那么复杂 大多以几何图形为主 唯一不变的是都是手工打造 都耗时废工 每个名片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能符合他的跟他图一模一样 那才是最高境界 这些对技术的极致追求 以前曾文昌可不在乎 那时候虽然答应妈妈跟大伯不再打架闹事 但心里忘不掉花花世界吃喝玩乐的享受 要他每天在工厂里折铁条焊接打磨 哪待得住 觉得还是跟那群朋友会比较好 虽然就是最起码他无拘无束 你不需要再去想家里的事 不需要再想经济上面的事情 你只要每天就是跟那些人吃 就是反正有多 反正就是及时行乐的概念 一心想逃的曾文昌自然无心学习 三天两头翘班迟到 有一天我们要去安装铁窗 那他其实在三楼还是四楼 记得是在四楼 那我们要靠人意用拉的 那我就其中一个负责在拉 拉一条绳索的 然后我们就约定在 在那个工作地点的时候 我就在半途的 我就故意绕跑 我就跑回家睡觉 我隔天去上班的时候 我还洋洋得意的时候 昨天铁窗有装完吗 然后他就说 你喔 他就这样子 他说他就不想跟我讲 他就掉头就走 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开除 没想到师父虽然生气 但并没有把他赶走 我就忍不住就问他说 为什么我这样做你不把我开除 然后他想一想说 他就跟我讲说 他用台语讲说 我看你就不是派人啊 我那时候想说 怎么会有人 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人 会对我这么好 然后可以这么容忍我 那我如果再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我是不是太不应该 师父的包容接纳 让曾文昌决定改变 至少准时上班不早退 不过对技术还没什么企图心 直到当兵时认识一位 同样会铁工的铜袍 才下定决心积极练手艺 他只学两年 可是技术什么都比我还好 而且是很厉害的那种 我那时候在想说 人家学两年我学三年 我才会 其实你就开始去反省自己 喔 那我到底在干嘛 我回来之后就超积极的 我就后来到我老板那边做 我就开始每天 他教我的基本上学会 我就开始在套他招数 我说 那个不是这样做吗 他说不是 那个要怎么做 我就学会了 为了快速追上过去搓头的岁月 他除了大量练习 观摩别人的作品之外 也勇于尝试各种创新的做法 他其实还是保留 保留大概一米里的年节这样子 像这天要制作一段龙旗 其实只要把弯折好的零件 量两焊接就可以 他却想要挑战把三厘米的铁条刨钩 做出一体成型 纳痕考验技术 不小心刨断了铁条就得重来 外面人都是用结的 然后我可以这样一体成型 我就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 当你东西做得漂亮 然后众人夸赞你的时候 别人甚至跟不上你的时候 其实那种优越感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让你可以忘记 之前那些给你不好的那些印象 因为他的认真努力 每几年就出师开了自己的铁工厂 但明明技术精湛 却因为不善表达 生意始终没起色 那时候报价单写的秘密码码的 工法写的秘密码码 图也画秘密码码的 可是谁会去看你的内容 没有他们都看最后的总价 所以有时候自己又不懂得去 去介绍自己的产品 又不懂得去跟人家聊天干嘛 所以吃了很多这种亏 觉得怀才不遇的他 好几次动了转行的念头 但那时刚结婚成家 为了生活只好勉强撑着 直到有天看到朋友架设的网页 给了他灵感 何不适适用网路推销自己呢 于是他当起部落客 把每一次的施工过程 从无到有牌照记录 还会搭配有趣的文字介绍工法 就把铁皮屋当作是我的女朋友 或者当作情人这样子 或者我今天做龙骨踢的时候 那我就有点像在写歌词一样说 他就是我的情人 这个我要好好对待他 一定要磨到跟细皮韧肉一样 然后我们在焊接的时候 我会去拍那个焊疤 然后磨完之后过程 就原本是有焊疤的 然后抹平 然后变成一体成型 然后用这种专业的说服力 去说服业主 对细节的坚持替他带来了 不少网路人气和生意 却也充满挑战 因为工作内容不再只有他熟悉的铁皮屋和铁门 那时候有位网友继承爷爷的老房子要装修 想用传统的铁花窗取代现代化的不锈钢铁窗 就透过了部落格找上曾文昌 铁花窗盛行在民国五六十年 那时工匠会用不同的图案来装饰铁窗 让他不只有防盗功能还兼具美观 也是师傅们私下较劲的艺术品 而铁窗上特殊的扭折工法 则是在物资缺乏的年代下 老一辈以人力克服困境的智慧 以前工具没有那么发达 那包括以前的焊条都非常珍贵 就是那个在焊接的焊条 这时候他大部分他会用人工去取代这些材料 所以扭折他就把这扁铁去做扭转的动作 然后再用锚筋就把它夹起来 这时候他就少了焊接 那这样动作也比较让这铁窗看起来更漂亮 对啦 然后加场 可惜因为工法太过繁复 加上后来不锈钢的兴起 铁划床慢慢被淘汰 曾文昌学徒时期 也只看过师傅做一次而已 这边再翻一下 其实对这种工作就是 抱持着有很大的挑战的一个欲望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也想说 这以前是我老板 老板的老板那个时代 我如果可以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个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完全没经验 没人教 也找不到相关记录 要怎么做 他相信事在人为 我是这样跟志亦讲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做这件事的话 那在很多南部的地方 还有很多这种 他还是在那边 你可以去研究 所以后来我 因为我老婆是台南人 所以我也跑去台南那边 我就在那边拍照 然后再去研究他 其实后来就会 从里面得到一些蛛丝麻吉 他自己摸索自制工具 虽然花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但那份满足和成就感 到现在都忘不掉 他们也许说 真的不简单 这种东西没有人要做的 你们还愿意做 这个东西 你们真的要想办法 把它保留下来 就很多这样鼓励的 这样子聚下来 那我好像就引导 我就说 做这件事 真的好像是一件 对我来讲 好像是一个使命吧 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铁工前辈留下的 铁化窗这一块 很了不起 曾文昌越做 越有兴趣和信心 原来铁工 不只能做实用的工具 还可以有美的东西 给了他更多发挥空间 像我们 我之前做的十岁 或者是服饰会 或者是鬼灭之人 其实他 如果你花时间堆叠在上面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幅画 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对我而言来讲 我也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在上面 那我也可以去实现 我的理念跟梦想 你要让自己慢慢的就是 变越来越强大 那你最大的对手就是只有你自己 那你要让自己 可以不断的去突破自己 那不管在做任何事情上 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作品 对我来讲 它就是在手中 你就是要把琢磨到一个 非常一个 非常就是 非常无懈可及的那种状态 那才是最高的阶级 所以即使一幅作品 需要付出的时间 人力和收入不成正比 他也没打算放弃 对技术和品质的坚持 因为那不只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一路上帮助过他 在他灰心时鼓励他的所有人 我跟自己讲说 我要在有限的生命里面 去创造自己 不同的光辉 然后创下不同的记录 然后让我的老板就说 你交出来独立就是这么厉害 我希望他们以我为荣 那我要跟我大伯父讲说 你的知识 那时候你让他选这条路 他走了他没有白走 那我妈妈知道说 他儿子没有让他丢脸这样子 这个曾经一心想逃的铁工老板 终于在铁花窗的工艺里 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